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采访的重点就在这里 为什么讲话这么的奇怪呢 因为我们来到我们的台湾国宝集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的那个狼姐 就是我们艺能界的这个才女 也是小弟我从小 应该没有看到大 因为年纪太小了 那我们这次欢迎黄姐 那狼姐呢 我想问一下 爱情哇沙米呢 是从2001年开始的吗 2000年所以Wiki说错了 那过了18年 为什么您又在选择这一步 再去做一次的这样子一个开始 它不算一个开始 应该说是前年的时候 在我剧团封箱了8年之后 我们就重新开箱 当初我想已经很多人知道原因了 就是因为我是一个人经营 我又要演又要制作 又要想故事 太辛苦 对就很累 然后有些事情又没有办法那么坚固 那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那一次的风箱 对我来说是人生很重要的一个学习 因为浩强嘛 什么事情都自己来 又不喜欢麻烦别人 其实把自己搞得身心俱疲 加上我父亲的时候开始生病 就是他身体不好 然后慢慢他开始失智 我就觉得 我又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做好一件事 又没有办法好好陪我父亲 是 所以我朋友提醒我一句话 他说狼姐 你要不要找个停损点 我觉得很有道理 对因为我撑得很辛苦 然后再加上我很怕 爸爸不记得我 因为他开始要失智了 是 所以我就停下来 我觉得休息也不是一件坏事 起码我花了很多时间跟父亲相处 然后不会觉得有遗憾 是 再来就是说经过这些年的沉淀 虽然没有再做舞台剧 可是弟弟回来跟我一起工作 是 因为我很需要他 他以前不理我 然后他比较会懂得经营 他是那种左边右边脑子都很好的人 他又懂得怎么创作 又懂得怎么样经营 看报表也不会觉得很烦 所以弟弟又回来 然后弟弟也跟我们一起 我们除了那个时候没有做剧团 做剧场以外 是 我们制作了很多戏 像是人生剧展 像是伟来的这个什么电视电影 或者是客台的节目 或是迪士尼频道 我们做了很多跟影像有关的表演 这个导或者是设计 其实也很多的学习 如果没有那样 可能不会这么快的出来 做这件事情 我在冥冥之中 我真的感觉到上帝其实是眷顾我的 他给了我很多机会 即便在那个机会转变的时候 你会觉得 对星光啊 怎么会这样子 但是八年后 弟弟觉得时机差不多了 他就说我们做戏吧 所以在16年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做了这个 我妻我母我丈母娘 对 对 就是承蒙这个方姐的爱护 他把他的想法告诉我们 然后我们大家积极大家的力量 把这个戏做出来 然后就把 很谢谢观众的支持 很快的春河就是 突然间又回到了这个剧场上面来了 然后所以今年 我们要考虑要在做戏的时候 事实上前年就开始想了 因为我们有些地方送案要一年前 是 所以要很早规划 然后弟弟说做什么呢 我说如果你要做我们从前的定幕剧的话 就是有爱情wasabi啦 或者是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欢喜悦然忘了等等 所以我们就把 加上意义上 就是春河剧团做的第一个歌舞剧 就是爱情wasabi 对对 那时候也很多朋友帮忙 像这个现在在 家印娱乐的这个总经理刘家明 他也帮我们下来写本 另外一个好朋友 以前在电视台写本的编剧 沈小姐也下来 然后当时还有刘亮总导演 对 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去把这个剧本work出来 因为是我的想法 是 然后就做了 也邀请了黄运龙来做音乐 对 这是他第一次做音乐剧 你说在2000年的时候 对那是他第一次做音乐剧 哇哦 对所以就很多的第一集结在一起 我们还是考虑到成本 所以这次是用Cut啦 但是那整个的音乐编曲 全部都重新改过了 哦已经全部改过了 全部改编曲都改 甚至还加了两首两三首的新歌 因为从前想的比较简单嘛 没有那么复杂 现在是八年多 十六年过去 所以十八年过去 还是会想说 对 现在第一个时代不一样了 对 大家对于爱情的观感 或者是说处理的方式都不一样了 是的 然后心态也不一样了 对 再来就是说 小玲自己这么多年来 她音乐的素养是越来越丰厚 所以她自己再去听从前 她就觉得不够 然后就加了很多的元素 加了stream啊 加了节奏啊 加了什么的 很辛苦但很精彩 然后这次 非常精彩 对 然后这次也是 除了我以外 所有的演员全部都还 是的 讲到这个 郎姐那 娟娟的这个角色 在隔了十八年过后 您觉得这一次 要怎样去做不一样的呈现 或是说给她一些不一样的DNA 当时就是很简单 就是说一切当时想的都很简单 就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一个制作人 但是比方说像这一次 我这几天也在考 在思考说这个角色要有什么地方 它很微妙的有一些转变 就是现在有很多的工作上 很强势的女性 常常很中性 尤其你在电视台那个环境里面 你没有办法就是说 拜托啊 你把这个灯光打亮一点 那一定都是时间就是 马哥啊 这个灯光怎么就有一点中性 像就很快 速度很快 那它不见得是很男性化 但是它可能会很利落 那所以我就比方说 在跟夫妻相处的时候 有别人在 我在忙事情的时候 我跟先生讲话一样 就说你可不可以积极一点 或是什么 发现有别人在 可是私底下我们两个时候 我就会变得很女人 就会回到是我们两个人的 我可能就会问她说 那你还会不会为我写歌 这种 就不会是说 你会写歌给我吧 不一样了 那个从前可能没有想到那么深 就是这样演了 那先生就包括说 跟夫妻的关系 跟助理的关系 跟朋友的关系 通通要有不同的面向出现 这是人生嘛 非常微妙 对 再加上当年写的剧本的时候 还是比较针对女性 但现在自己渐渐大了 才想到说 其实现今这个社会上的男人 其实是很少 就像我们男人之歌一样 有什么像男人 对 他们有闺蜜可以讲 女人有闺蜜可以讲 牵着闺蜜的手哭啊 哭哭 心情就好多了 但男人很难 男人就只能 就自己忍过去吧 是的 就是他没有办法 跟他的男性的朋友讲说 你知道吗 我老婆最近对我很冷淡 这话他讲不出来 可是女人可以 我老公最近就不太理我 女人就 你怎么这样子 你要怎么怎么的 男人不太讲这个 是 他们的压力都放在心里 他没有办法跟主管讲 没有办法跟同事讲 甚至有些话 他跟老婆讲 他觉得我跟你讲 你讲不通 所以男人相行之下 就是有一种 无奈跟寂寞 所以我们这次的戏里面 也特别加入了 男人的心声 果然是非常的 跟这个时代上 真的是做一个很大的差别 听说狼姐 你蛮喜欢在 Easy Life 唱Life的 对吧 Easy Life Life House 对 不是喜欢 凡是我在那里上班 来 虽然我也承认 我有做过狼姐的 这个台下的听众 我跟你讲 我常常都是那种 表面正经 里面五内剧分 别人看不出来的那种 好像跟我现在差不多 对对对 嘿嘿嘿 然后我就问老师说 老师我是不是要再去 受什么训练 还是什么的 老师只看了我一眼 然后他说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京剧演员 每天起来要憨嗓子 都可以 我冰雪聪明 我一听就懂 我说老师我懂了 每天早上就是 借着早上起来 洗澡有几个好处 第一个 就是你人会很快清醒 对 然后舒服 对 然后在那个时间里面 又有蒸气 又有什么 我就在那个时间发声 几个位置发完以后 然后我洗澡的仪式 就是通常会 一首歌作为结束 把声音打开 训练它 那至于唱什么 看心情 是 那因为我 我的 我房子外面是一个学校 就是一个 一个国际学校 然后呢 我先生 就是我们跟学校 都有关系的 他去那边跟他们开了个会回来 他就问我说 你刚刚在浴室做什么 我说洗澡啊 发声啊 他说那你唱了什么 我说 今天就唱了个金句啊 他就说 那就难怪了 我说什么意思 他说因为外面听到的人都觉得 这是什么东西啊 因为他们是个美国学校 然后都是外国老师 所以他们就听到 有一个人在那儿 江山啊 来着带大家 要口 在那边练 或者是在唱那个 老蛋比较难唱嘛 一见交玩啊 一唱 外面的人就 或者是有时候兴高采烈 心趣来了 就唱一段梁柱 对 我还没期盼 对他们来讲 都是可怕的声音 就是我老公口中形容的 断丫动啊 断丫动 对 但是我后来发现 这样是好的 你的声音会维持一个稳定度 就跟你的肌肉 可以比较灵活运营 我不敢说我进步很多 但是跟当年比起来 对于怎么去控制 我的声音 音量也好 情感也好 就的确丰沛了很多 所以表演的这条路上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你真的要在你的生活里面 好好的生活跟观察 观察是很重要的 现在很多年轻人 为什么演戏很不自然 是因为他坐在那边 他就是在玩手机 他根本就不看 不看别人发生什么事 他回家也不模仿 我看到什么奇奇怪怪的人 我就一直看 我甚至忘记我等一下要干嘛 我看了以后就把它寄进来 回家我就开始模仿 找他的声音 为什么他讲 这样子 因为他位置很奇怪 为什么他 我给你讲一点 为什么会有这个位置 就是自己要去找出新的东西来 等一下 我觉得你好像忘记一件事 没有什么事 你今天特别这样打扮 不是因为你是爱德华吗 你怎么变爱德华了 我在看呢 其实呢 今天呢 好高兴可以听到朗姨姐讲这么多话 因为我现在想起来 我要做小学生喔 所以老师讲的话要听喔 老师讲好多好像慢慢的消化了喔 那那我们今天呢也要谢谢朗姨呢 花了這麼多的時間 特別為我們做這樣子一個 其實郎姐今天就像一個老師 所以我剛才全部都是忘了我要做什麼 但是這句話 但是你現在是小學生 所以我不可以忘記它 我們一起來為 剛才郎姐有說我們年輕人 或是說現在年輕人要記得 永遠要去觀察不要做低頭煮喔 這樣你才能好好的生活跟表演喔 是的 那你想要看好看的表演 記得一定要來看我們的愛情wasabi 我們今天也謝謝郎姐 謝謝 謝謝愛德華 好開心喔 拜拜 Gumi Gumi 春河區塊愛情wasabi 4月26到29 歡迎大家來到台北城市舞台 觀賞愛情wasabi 來來來 Lina 來來來來 來來來 來來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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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